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要看时间的演化 我们要注意 同一个人在不同时代的表现是差异非常大的 而且隔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 例如 1908年前后 同一个湖南人听到唐财常在说什么君主力限制 他就会说这是无父无君 仅仅十年 到了1918年 蔡和森在同一个湖南大谈社会主义 他已经觉得不算是特别激进了 你得把历史演变本身考虑进去 历史演变主要是资源本身配置的问题 之所以会是这样 无非是从1908年到1918年这段时间内 在1908年还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 显得相当强大的大清帝国 已经完全hold不住一个统一帝国的规模了 很快局势就演化到军阀混战的状态了 谋讨论者 我认为东亚大陆如果实现独立建国 起码需要一批有血性的人 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 即使身在自由国家 连露个脸都不敢 我觉得让他们偷偷摸摸 干点阴暗的事情也许做得到 真的为了某种理想去自我实现是很难的 留重镜理想主义者从来都不能成事的 当然理想主义者可以起点火制造火星的那种作用 真正成事的都是依靠利益渠道的 利益渠道都是非常现实的东西 至于说是战斗力的强弱 历史像是水利发电站一样 它是依靠高度的差额 不需要有一个喜马拉雅山那样的高度 只要某一个地方比其他地方高 水就流下来 那么这个水流是可以发电的 同样战斗力有差异的地方 必然是战斗力高的征服战斗力低的 团结力高的征服团结力低的 任何地方这些差异都是存在的 例如在华山的那些捞尸队 他们捞了这么多年 但是如果让他们到叙利亚去打仗的话 可能让伊斯兰国一秒钟就给灭掉了 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干 显然是因为华山附近的村民是非常懦弱的人 他们才能干得下来 满洲人长驱直入征服了明朝 但是跟蒙古人打仗的时候 康庸前三朝打了一百年都打不下来 那显然是因为蒙古人的战斗力比起明朝要强的多 同一波满洲人 他们的表现就不一样了 所以有这样的差额就有可以利用的余地 当然无论中间怎么演化 都是战斗力强的会缓慢的以某种方式冲破长城 去征服战斗力比较弱的人 而且你所见到的人是什么样的 基本上就反映出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例如你所见的人中间如果没有黑社会那种人 那就说明你自己并不是江湖好汉那种人 如果你身边的人全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没有什么战斗力那显然就是因为 你自己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缘故 某讨论者我认为搞掉共产党不是很难 关键问题是社会要承受多少代价和付出多少牺牲 比如说要死两亿人才能把共产党干倒 我们有没有思想准备值不值得 刘仲敬我基本上不考虑这个问题 意识形态是为利益服务的 而且还是要为短期利益像演化一样 你不能说是让谁谁谁去牺牲 你得让他得到利益 你指望愿意牺牲的人去做事的话 你的事情肯定做不成的 在宣传上 比如说像共产党宣传早期革命劣势如何如何 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是拿着卢布去做的 某讨论者 在推翻共产党的过程当中 对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是我们可以承受的 刘仲敬这个问题其实在政治上是不成立的 例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居民和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这就跟对火星造成多大的伤害一样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跟他没有真实的政治联系 比如说对美国的某一个社区造成多少伤害 比如说要让美国多出多少税收 这就是一个具体的可以衡量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必须考虑的 但是沦陷区付出多少代价 这个问题是我不必考虑的 因为我跟他没有真实的政治联系 他要死要活都像是电车问题一样 不在我承担责任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基本上就不考虑这个问题 某讨论者 如果为了推翻专制体制造成的伤害 比现有专制体制的伤害更加严重的话 这是我们需要权衡和取舍的问题 刘仲敬 怎样权衡 这个跟我没有关系 等于说 就像卢梭那个预言一样 如果杀掉一个满大人 能让你发财 你干不干 当然很多人都会干的 因为满大人是死是活 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中国人是死是活 跟我有关系吗 答案是没有关系 如果共产党垮台了 出现一个更糟糕的专制体制 而这个专制体制 跟我没有仇的话 那我为什么会不干呢 假如在这个专制体制倒台的过程当中 对我有相当大的受益的话 那我肯定会去干的 这完全是一个利益问题 谋讨论者 我是说 在结束这个专制体制的过程中 中国人愿意付出多大代价 刘仲敬 这都是主语和现实不明确的事情 比如说 美国是谁当总统 你要不要权衡一下 答案是你没有必要权衡 你对美国谁当上总统所产生的影响 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 你只能说 川普当总统 或者希拉里当总统 造成的相应机会 你能够利用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 川普导致股票市场涨了价 你赚了一笔钱 或者是川普导致贸易战产生 你赔了一笔钱 因此你应该支持川普 或者反对川普 如果你说是川普当选 或者不当选 掌握在你手里面 因此你要权衡一下 这是很荒谬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的下场 跟川普当选是一样的 你根本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 你只是顺水推舟 根据相应的趋势 去捞一把 或者赔一把而已 某讨论者 如果通过和平 把共产党搞倒了 这个代价 我们承不承担得起 刘仲敬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 比如说和平广岛 肯定是有人得力 有人损失 你如果住在广岛 你肯定要反对 如果你住在东京 因为广岛可以和平 东京也有可能会和平 那么你最好 还是反对比较谨慎 如果你根本就住在 大日本帝国皇军的 势力范围之外 问题就要完全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利益线的问题 关键在于你是谁 你做了什么 能影响什么 何以说是代价 代价是一个需要主语的问题 谁的代价 谁的利益 政治上的利益 都是可以计算的 没有说是从抽象的 全人类利益来考虑问题 这样的考虑 是纯粹理论上的东西 在现实政治上 都是行不通的 谋讨论者 专制体制下受压迫的人 现在还可以苟活 但是一旦和平 就会伤及无辜 这样的代价 能否承担得了 刘仲敬 那要看你是谁 如果你是一个美军飞行员 你把原子弹扔在广岛以后 你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升职 如果不完成任务 可能受军阀审判 显然执行这个任务 就是符合你的利益的 谋讨论者 但这是我们推动民主改变专制的人 必须考虑的 刘仲敬 可是我并不是推动民主改变专制的人 我完全不在乎中国实行不实行民主 我的目的只是 要排除掉 对于我自己有潜在威胁性的共产党政权 并不反对比如说伊斯兰教 来建立另外一个 对我没有威胁性的专制政权 抽象的追求民主 是不是符合我的利益 这是不确定的 比如说你要采取行动 那你要采取什么行动呢 你想驾驶着飞机去轰炸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吗 还是你只是想在美国组织一个党派 或者是到中国大使馆去表现什么 你得说明你要做的是什么 然后相应的责任自然可以负得出来 你刚才说的话 是假定你手头有一颗原子弹 可以投在中国 但是你根本没有原子弹 所以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你说了一句话 或者说了一句和平 这样对世界有什么影响 没有任何影响 也没有任何责任 但是你如果带着原子弹去炸了某一个地方 那才存在你刚才说的那种问题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要有原子弹 那么你如果要问这个问题的话 你得先做一个努力 把原子弹搞到自己手里面 在你把原子弹搞到自己手里面以前 没有必要谈论这个问题 谋讨论者 这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 就是说做这件事情可能会伤及无辜 这种代价在多大的范围内是可以承受的 刘仲敬 战争就是伤及无辜 司法才是惩治有罪 美国人要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 日本军队的士兵大多数都是无辜者构成的 这就是战争的定义 谋讨论者 如果在推翻专制的过程中要伤及无辜的话 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刘仲敬 这个没有关系 那你就自动出局了 谋讨论者 现在没有人能做成这件事情 可能大家都出局了 刘仲敬 不出局的人就是参加行动的那种人 那是分级别的 谋讨论者 我认为必须要在思想上有成熟的想法 而不是蒙着头去撞 要想好走哪条路损失最小 在多大程度上 我们可以承受多大代价 必须要把这些算清楚 你才可以对行动有明确的指南 刘仲敬 这个完全是属于扯淡一样的东西 自古以来 人类当中的95% 参加战争或者政治行动 都是根据他们长官的命令 他们的长官替他们 做了良心方面的安排 比如说如果是基督教社会 法兰西国王决定打仗的话 那么法国的教士会论证这场战争的合理性 然后他们手下的教民会相信 他们的宗教领袖已经替他们解决了良心的问题 宗教领袖已经说了 你是法国的基督徒 服从法国国王 就是你的义务 不服从法国国王 就违反了你的义务 如果有罪的话 主教和教皇会替你承担 一般来说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解决的 考虑好了才参加战争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奢侈的事情 年龄 001百分号的人都没有做到过 统治者和精英阶级权衡利弊 大多数人都是被裹挟 或者被命令去的 在现代民主国家 就是被报刊或者媒体洗脑以后 投入战场的 你所描绘的那种状态 也就是在美国才可以 比如说你可以良心反战 在其他国家 包括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 例如法国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 你不计你的军事义务 肯定是要进监狱的 至于什么战争是合理的 什么战争是不合理的 国家会根据当时的宪法秩序 做出决定 而各宗教领袖当中 赞成这个决定的人会使大多数 不赞成这个决定的极少数 会无法立足 整个历史都是以上述的方式展开的 知识界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因为按照定义 他们就是没有战斗力的人 在博弈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事先就已经可以 把他们视为出局的人了 谋讨论者 很多战争狂人 或者政治狂人认为 这样做是他自己的想法 实际上是他年轻的时候 受到了三流小册子作家的影响 知识分子的影响都是之后二 三十年的 刘仲敬 这话其实是很可疑的 说这话的人自己就是知识分子 他是不是符合大多数时间的 大多数人的历史选择 是非常可疑的 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 人根据当时的利益偏见 做出了决定 然后事后或者同时给自己 找出理论上的借口来 然后宣称自己受了某种理论的影响 这就好像说 你杀人如果是圣战的话 比起纯粹为了私利 或者冲动而杀人 显得高尚一点 根据某一种理论杀人 在近代和现代 就像是在古代 根据某种宗教信仰杀人一样 对于大多数人 特别是中下阶级来说 显得比较体面而已 真实发生的过程 更有可能是这一种 某讨论者 不管是神学家 还是知识分子 或者哲学家 都在影响我们思考的背景 我们的偏见不是自己产生的 刘仲敬 这种东西 实际上起作用的 主要是相当于 广告宣传员的这个阶级 当然 这个阶级是没有思想创造力的 是二道贩子和三道贩子那种东西 他们完全是根据自己 或者自己雇主的需要 来摘取一些片段 甚至是歪曲地 反方面的运用 来符合他们本人 或者他们雇主的利益 任何时代都有这种人 例如 像英国革命时期 那些论证为什么军权神兽 你应该无条件服从国王 以及拿着旧约来论证 为什么不义的国王 可以诛杀诺克斯 那些人一般来说 也就是小册子作家 当时的小册子的销售量 是占印刷品的绝大部分的 这些在理论上并不高明的小册子 需要使用在他们以前和同时代的 真正深刻的思想家制造出来的一些理论 但是他们显然不是因为被那些理论说服的 而就是因为他们的雇主是斯图亚特王朝 或者克伦威尔 他们为了领到那笔宣传员的薪水 就四面八方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拼凑那些小册子去了 大多数人都是被这样的小册子所驱使 去正当化自己走上战场的逻辑的 当然 伊斯兰教征服的时代 又有另外一批诸如此类的不道者 来发挥类似的作用 在任何时代 其作用的都是这些论阶级地位 跟现代报刊的专栏作家差不多的人 是这些人制造了政治市场 实现了政治动员 而不是没有明确偏好 以追寻真理为主要目的的知识分子 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 塑造思想背景的知识分子就退居幕后了 谋讨论者有些东西必须要考虑清楚才去做 比如说张寇寇要报仇 他也会想好才去做 刘仲敬 张寇寇很明显 他在人民解放军当中 不说明他支持或反对共产党 他认为那是一份工作 共产党不是他的敌人 也不是他的恩人 但是他要杀的那个人是他的敌人 他的敌人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 而是他的私人敌人 这是一个典型的费拉状态 张寇寇多半不会考虑那么多 大多数真实的犯罪分子 智力不是很高 不会周延地考虑问题 只是突然来了一个机会 他恨的人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可以杀掉 然后他就这么做了 谋讨论者 请您回应一下关于刚才的争论 刘仲敬 这个没有必要回应 像那种考量这个考量那个的心理 就已经是一个出局的人了 不符合我的招募对象标准 我听听就行了 再说 我也不打算为了公益来支持民运 民运对我来说 只是假定可以利用的渠道之一 假如民运当中有一部分人 能够消耗共产党的资源 那就可以支持他们一下 不能 那就先把他们over掉就行了 中国的公益 跟我是毫无关系的事情 我只是在做选择 如果我顺着共产党的路线去走 那么将来共产党 如果跟美国发生冲突的话 那么 我是不是就是化学阿里那一类的人 如果我借这个机会 自己建一个国 就算是做不了总统 也可以趁机坐上 梁启超这样的重要人物的位置 这两方面 哪一方面的概率更大一些 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可能 等估计得差不多清楚了以后 剩下的就已经是招募谁 或者利用谁的问题了 谋讨论者 我在菲律宾 我是福建人 在菲律宾 马来西亚和整个东南亚 福建人还是非常多的 由于很多在海外的华人 都跟中共之间有利益往来 如果未来出现反华 会不会再出现 像印尼大屠杀这种事件 刘仲敬 我认为印尼大屠杀那样的事件 是无论你做了什么 或者不做什么都避免不了的 但是假如你自己制造出一个敏越独立政府 而且在最好的情况之下 这个政府变成了美国的代理人 得到美国的保护以后 你所在的那个团体就可以超然事外了 谋讨论者 我认为每个人能做出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 不用宏大叙事 或者管未来死多少人 把当下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刘仲敬 我很赞同这种看法 你不能假装 你对你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负有责任 那纯粹是装逼而已 装逼有正向的和反向的 显得自己很有能力是正向的 反向的显得自己很悲天迷人 但是实际上都是纯属气泡 谋讨论者 您对民运人士将来如何做 有什么设想 刘仲敬 民运人士并没有什么共同利益 他们在组织上不是一伙的 你要看他们具体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比如说在美国的民运人士 我假定他们在国内被中共迫害过 已经在美国获得了避难的资格 那他们的选择就是 你可以实际上什么也不做 无论你的来源是什么 你实际上是一个新移民 你以后想办法做美国人 或者说是你想办法培养你的下一代做美国人 剩下的问题就基本不存在了 如果你还要干涉政治的话 而且你干涉的目的是 为了对共产党不利的话 那你就要考虑哪一种方式 对共产党最不利 哪一种方式最能接近于 你要达到的那个终极目的 但这是一个额外的奢侈 也就是说 假如你照顾不了你的小孩 让小孩还要用美国国库的公款 或者社区的救济去做的话 那你首先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你理论上的东西是虚的 而你对儿子和家庭的责任是实的 你让你自己的家庭去讨饭 中国民主不民主 你有没有贡献是很难说的 这种人实质上就已经是不负责任的人了 假如你再尽了对家庭和社区的责任 以后还有余力 还在做政治上的干预 这个干预对你来说没有切身的关系 因为你可能永远不会回到中国了 它像是美国人对比夫拉难民 或者埃塞俄比亚难民那种状态 那么就会涉及一个比较抽象的问题就是 中国往哪方面演变 假如你所施加的影响 就是均若干钱 或者在美国境内游行示威一下 这点影响放到哪一方面更合适 这些都是很外围的舆论性质的影响力 它能够耗费的就是 比如说中国大使馆多花 以几百几千美元为单位的维稳费这些东西 那么就可以根据你的具体情况 做一下路径积分的运算 你可以消耗的这些 假如是以几万美元为单位的维稳费 往哪个方向引示性价比最高的 假如你有进一步的想法 就是说你的资源大道组 可以比如说在将来中国发生内乱的时候 对它实行军事干预的话 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在这之前 你必须首先把你自己的团队 因为这种事情一个人做不来 发展到至少要像当年的星众会那种情况 能带几十个人投入战场的那种状态 在这之前 什么都是虚的 而保皇党也好 或者是满洲复辟党也好 在达到这个状态之前 你首先要有几十个具有军事技术的人和相应的经济财政方面的资源 所以 这又是一个资源方面的问题 你实际上能够投入的资源有多大 决定别人有没有考虑你的价值的问题 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出来游行示威一下的话 只相当于几万美元的消耗 那么你能够吸引到的也就是相应层次的东西 如果你像孙中山当年那样有几十个人的团队 有上百万的军火可以支持的话 那么你就要考虑一下几年以后你拿这些东西做点什么 或者你如果打算进一步干预的话 你只能够设法赚出这样一笔钱来 制造出这批军火或人力来 往这个方向努力才行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钱 你首先要尽你对家庭和社区的义务 做到这一点 达到一个美国中产阶级普通的水平以后 然后才考虑下一步的问题 对于已经在美国的人来说 情况显然就是这样的 没有在美国的人 如果根本就在沦陷区的话 那么就有另外一套答案 这套答案的核心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旗帜上主张什么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首先要有威慑能力 在互害社会的中国 你要让别人怕你 否则的话 你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至于你自己主张的是什么 那基本上是不发挥作用的 基本上对你后来的命运 没有什么影响 也就是说 你得有一个江湖人物的人格才行 未完待续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